美国税务居民在接受到来自境外人士的遗产或者是汇款的时候 是否需要向国税局申报和交税呢 首先啊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赠与税 所有接受赠与的人他是不用负责交税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美国的税务居民呢 他是不要交税的 但是要不要申报呢 这个主要就看这个你接受到的赠与的这个数额有多大了 有两个概念呢要澄清一下 首先啊美国税务居民具体的这个定义呢 你可以查找国税局网站上关于税务居民的这个定义 但大致来说呢主要是指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 奇葩的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另外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税务居民他得到的来自于境外的这个遗产也好 汇款也好 他的这些钱财啊是来自于美国境外的不是在美国境内的 最常见的呢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啊这个绿卡持有者啊或者是美国公民啊对吧 他的父母呢是在中国大陆 他们呢他的父母就是说是纯粹的外国人了对吧 如果说给他汇款或者是把遗产汇给他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要申报呢 关于交不交税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接受者他是不会交税的 但是申报呢主要是看这个金额的多少 如果你这个金额超过十万那你就要申报 如果是低于十万你就不用申报 有一个另外的情况是这样的 给美国居民的赠予不包括你这个海外赠予啊 是直接拿来支付受证人的符合要求的学费和医疗费用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赠予的这个数额 如果超过了年度免税的那个数额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年度的免税数额现在是一万五千美金 那么现在朋友们就碰到了一个新的名词 什么叫年度免税金额 那这里我们就要谈到美国的赠予税了 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会放在下一个视频里面说